HELLO 大家好,小朋友我是JS 今天來看一下Yume 先來看一下白色的面板數據 基本上它整體的數據跟我們這個渣啦很像 5000多的耐久,然後火力,然後對控其實都沒有差太多 裝填其實189在重巡的這個裝填面來說已經很高了 算很高了 所以它在整體的這個主炮發射,輪轉效率其實都不錯 再來呢,命中這邊154對賬121 154這個命中很高,已經是Top等級的這個命中了 已經跟輕巡差不多了 我們都知道重巡很缺命中嘛,那命中會有效影響到它的實際的一個輸出 那這個154在我們這個命中裡面算是很高的一個角色 幸運55對賬75 當然幸運會影響到我們一些的生存還有命中的這個效果 那55已經算是中規中矩的一個幸運了 那75當然是特別高啦 所以整體看下來 Yume跟這個渣喇的這個面相是差不多的 甚至在生存方面Yume還大於這個我們的渣喇 那輸出方面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而且Yume在坦多方面其實跟波特改已經很接近了 我們都知道波特改已經算是很坦的一個重巡 那Yume已經跟它非常接近而且也差不多 就不用說輸出了,輸出一定是大於這個波特改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技能這個分析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一技能 一技能必燒大火焰呢,其實在自身戰鬥中 副砲20回攻擊的時候會發出這個彈幕 是副砲20回攻擊 那這個彈幕呢,是一管雷射 然後最大的Heat 我們之前講過這個雷射是穿盾的 無視任何的障礙,無限穿盾 再來呢,還有這個流彈屬性的這個流星雨 從天而降的 不過呢,這個流星雨是隨機目標的啦 那整體這個雷射跟這個流彈的流星雨呢 其實基本傷害不是特別特別的高 其實就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不必要說是為了這個彈幕 而去裝備一個什麼射速的副砲 上什麼青秋月那些其實大可不必啦 因為它副砲屬性其實也還算OK 所以我們可以裝一些DPS比較高的副砲 比如說像是凱旋砲之類的 來撐它的這個副砲的這個攻擊面 或許會比你撐那個彈幕屬性來的好很多 好,再來我們看二技 蘭德嘎兵其實它就是90秒內呢 會增加自己的迴避15% 我們剛剛講它的基礎迴避已經夠高了 再加上它這個技能 它的整體的迴避率上升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中間的這個坦度一定會有一定的上升 但是呢,每10秒都會發射一個特別的這個彈幕 好,命中中甲的這個角色 它會有一個破甲效果 那這個雷射呢,其實就是兩管雷射啦 如果你的體積夠大的話 你會被兩管雷射都打到 所以傷害是乘以2的 那這個也是每管最大10Hit 那破甲效果是對於重裝甲的角色 會有破甲效果 那這破甲效果是持續6秒 那破甲效果呢 我們之前有講到說 是對於你這個砲擊會有一定的增傷 8%增傷 那18秒打到 到這個結束都有6秒的時間 所以你至少在18秒到24秒的這個區間呢 你的砲擊都會有所增傷 不管是來自自己的砲擊 還是來自其他人的砲擊 甚至後排戰艦的這個砲擊 都有一定的增傷 而且是每18秒 對於砲擊的這個輸出的軸來說 算是蠻符合蠻穩定的一個輸出 所以這隻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輔助 破甲的效果 接著我們看3技 3技也是一個特殊彈幕 那主砲發射10次會啟動這個特殊彈幕 因為它主砲加1嘛 所以我們只要砍半 主砲只要5次 它就會發射這個特殊彈幕 這特殊彈幕一樣 也是雷射 然後兩管雷射 看你的面積會被打到兩次 那一樣有破甲的效果 破甲持續6秒 再來它還有一個榴彈 這個榴彈是一個跨射的形態 然後往前跨射那是隨機目標 所以這一個是主砲的一個彈幕 主砲就像是主砲全彈發射的概念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裝備一個 就是主砲CD稍微比較低的一個主砲 然後我們可以期待說大概20幾秒以後 會來一次一個全彈發射 因為前面大概有18秒的這個破甲效果 那20幾秒後 我們再觸發另外一次破甲效果 等於說把我們這個整體的破甲效果 能夠延伸的更遠一點 所以整體這個整體的道中 不管是它自己的砲擊來說 還是其他的砲擊來說 對於砲擊增傷都有一定的一個幫助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裝備 那裝備呢我們之前講到 可以用這個射速砲來啟動3技能的這個彈幕 那射速砲當然是首選這一個我們的2013 另外我們也有其他的這個主砲 比如說234來做使用 所以大概我們可以期待它 大概23秒24秒25秒 可能可以啟動這個3技的彈幕 來增加延長這個破甲效果的這個產生 所以這個主砲盡量選CD短的 如果你要說用到那個比較CD長的 比如說像是什麼羅恩砲啊 那個CD實在是有點太長 雖然說是主砲甲而已啦 不過CD有點長 所以整體的破甲這個銜接度 其實不是很好 那它主要就是增加這個破甲 增加砲擊的一個算是另類的輔助 那副砲方面呢我們之前也講過 不用說為了這個彈幕去增加射速 因為它的這個彈幕其實微微妙啦 很微小 那我們只要還是助用這個DPS比較高的 比如說至少就是凱旋炮 或是你用這個研發的128穿甲炮 甚至最好就是用北連砲 單位的DPS比較高 對於空空方面呢 其實不用太特別的講究 因為它本身命中就很高了 你就算裝備這個無命中的 其實就夠用了 那設備方面 基本上它有一個這個加農砲可以裝 火力加30 那如果你不要用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FUMO25 另類也有加這個命中 不過它基本的命中已經夠高了啦 真的要虐菜的話 其實兩邊都可以選 那如果不是虐菜要討生存的話 你一定會使用這個尤加朵 那另外這個 它有這個翼龍裝備 它肯定就用翼龍裝備 因為翼龍裝備 其實給了這個耐久 比這個我們的維修還要高 另外在前排這個補陣 還有這個裝填那個效果 裝填38 它這隻本來自己裝填就已經很高了 前排給它裝 它裝填還會再更高 所以在整體的這個主砲的輪轉率會更有效果 那在整體的這個戰鬥裡面 還會有額外的這個資源 那就看你後排有沒有其他的空母 所以這個翼龍算是 完全是給這個前排做使用的一個設備 整體下來這個U-Man 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於 這個主砲的輪轉效率上面去做一個安排 好結論呢 這隻U-Man呢 其實它就是比較偏坦的一個炮擊輔助面 坦度其實已經跟波特改很像 輸出部分因為主砲加1 砲尋嘛 所以自律輸出的部分其實也蠻好上手的 那虐差也更不用說 那整體在砲擊這個會有砲擊增傷嘛 在重甲的情況 那你要去打重甲王的話 它對整體的這個大砲隊 會有個不錯的一個加成 對於整體自身的輸出也OK 那整體這個彈幕效果呢 其實也蠻華麗的 那新手進來抽到這隻角色呢 其實也可以安讓你直接打到這個十二十三章沒有問題 它的這個整體能力算是很好的 那大世界的這個部分呢 你也可以拿去作為這個 針對重甲的大砲隊去做使用 其實都OK 好啦 以上是這次對於Yume的這個分析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你 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